在1986年版的西游记播出后的第31年里面 虽然说六小林童 马德华 汪月 刘大刚 没有再合体演出过师徒四人的戏码 但是他们对于西游文化都有着自己非常深厚的感情 这不但凡是涉及到西游文化的活动 他们总是乐此不疲 大家好 我是演员六小林童 大家好 我是马德华 大家好 我是汪月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大刚 看到眼前的这四位 不知道大家的心中是否就想起了 当年西游记里那个调皮的孙悟空 热情的出发剧 谦卑的唐僧和老实的沙僧呢 我们在一起聚的时候也是一个福分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感情很深厚的 在拍完西游记的30多年之后 师徒四人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些充满着活力的年轻人 不过兄弟情依旧不变 我们当年拍西游记第一部整整六年 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的上下铺 所以我说我们在西里头是十兄弟 生活中就像亲兄弟 如今的师徒四人各有各的事业 此番大家集结起来一起出些活动 也是为了宣传西游文化 他们宣布将在十月份重走西游路 并以纪录片的形式来回馈热爱西游文化的观众们 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体验一下 玄奘大师当年的西游之旅 你说是演什么角色现在没有 就演你自己 实际上就演我自己 其实也是我们了了 我们四个人艺术之旅的西天曲 一个心愿 一个梦 约了星天地北京采访他 我们下期见